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驱报以及经济学究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此前为大家介绍到的中国一位颇有名气也颇有争议的经济学将东北证券的首席傅鹏 在朋友圈突然炮轰起汇丰来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这个汇丰是邀请他参加了某个活动 后来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取消了 是因为工作人员要安抚某一些客户 但是汇丰却对这一些客户说傅鹏是被监管约谈了 所以不得不出席 那么根据这个傅鹏方面的说法 说呢 他们是到客户那一边用造谣的方式来推托自己的问题 这是不是很不道德呀 对我名誉影响 律师涵已经在路上了 等着你们道歉 随后啊 东北证券方面也是正式向媒体说 说傅鹏并没有被监管约谈的情况 有关的传言是不对的 那么记者呢 随即是说啊 这个活动本身呢 是汇丰私人财富规划的某一次内部演讲会 而汇丰目前呢 是没有正式的回应 到底传言是怎样的情况 但是根据傅鹏方面所发出的聊天截图啊 这个有一位疑似 汇丰的工作人员对客户发信说啊 说原定的这一期闭门分享活动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 主讲加编傅鹏临时无法出席 那么同时呢 又说了另外一位啊 作为替补会出席 那么这个聊天截图还显示 说这个傅鹏啊 之所以临时来不了了 是因为被监管约谈了 我们说呀 本身呢 不管是汇丰也好 还是其他银行也好 这一类有关于财富管理的闭门会议非常的多 但是 因为这样一出被监管约谈 有随即啊 叫做辟谣的网络传言 反而是让大家特别关注到傅鹏这一次到底说了什么 到底有哪一些观点 然后汇丰方面不得不临时取消换人呢 其实啊 傅鹏无非是讲了以下几个方面 他讲到啊 说这个经济的运行机制 更多的是像金字塔结构 什么叫金字塔结构呢 底层是市场和资产 中间是政治 最顶层的其实是意识形态 他认为啊 现在整个世界 已经从过去啊 左翼包容开放融合 转向了右翼化 转向了保守和对抗 他认为啊 中美贸易战只是现象 而不是本质 这其实是二战之后的全球化秩序 已经出现了瓦解 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出现了转变 而让大家觉得 哇 有一点敏感的可能是他谈到 中国经济这一方面的问题 他讲到啊 说问题啊 其实远比表面看到的要严重的多 在几年前 在疫情之前的 2019年就已经出现了端倪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其中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 最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加速衰落 他特别说啊 说现在分化趋势非常的明显 而开始消费降级的是底层的民众 这就是几千万网约车司机怎么来的根本的原因 不仅是裁员降薪 又对未来预期所导致的消费能力的下降 他讲到 现在啊 中产阶级开始大幅的压缩支出了 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认为啊 过去中国之所以20年经济上涨 其实是两个作用 第一是人口红利导致房地产市场高额猛进 第二啊 是杠杆对于整个市场财富的放大作用 因此啊 80后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时候 同时利用的是三代人的财富 上一代人的储蓄金融机构提供的未来信贷 当然也有自己的工资收入 现在这个模式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了 那么傅蓬在这一次演讲中还透露了哪一些情况呢 傅蓬到底是不是又要被封杀了呢 我们也请导播整理了傅蓬的完整演讲内容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随即啊 也请和民先生简单点评 傅蓬11月24日在HSBC内部演讲速记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 对冲风险VS软着陆 上篇 正至年底 虽然刚才汇丰一直想要大家不录音不录像 但大概率你挡不住 我在这讲话会谨慎一些 非常小心谨慎 大概率会有人透露出去 放到YouTube上 基本上所有见我都说傅总 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的视频 我说那都是盗版的 靠盗版发财的也不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官方的 回顾会多一点 展望不多 因为这个月展望完了之后 下个月怎么办 有些话对我来讲我倒觉得很简单 本质上原来我们是做Hedge Fund的出身 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 整体具有极强的延续性 不是说今年去讨论 或者说明年去讨论 惯性思维从2016年开始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经历过过去的几年时间 我相信在座各位 应该对这番话的理解变得越发深刻 2016年实际上是美国特朗普的第一次大选 我有一个特点 我的特征是 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有投资机会 我可能第一时间去一线调研 我不喜欢看YouTube 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扒 当然你会说 现在ChatGPT很强大了 人工智能好像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可能广泛流传 或者广泛传播的很多信息是错的 这一点在2012年当时 我从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 我的感悟是最深的 当然去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名字叫本森特 很快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他的 目前来讲 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财长 本森特原来是索罗斯基金实际掌控人 因为索大爷已经年龄很大了 去年的时候 才刚刚把基金的业务 交给他儿子亚历山大 但在这之前 最主要的几场战役 本质上来讲 都是本森特在主导 2012年当时我从北京去香港 约朋友们吃饭的饭局上 当时斯索罗斯基金 在香港办公室跟我说 本森特从这儿去了日本 我说OK 我经常说一句话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当然你知道 网民们最可怕的地方 是巴菲特SB 索罗斯SB 我最牛逼 你要记住 他们的所有行为 一定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巴菲特第一次去世2011年 我们正在讲辅导和电站泄露 和废水污染以后 海鲜不能吃的时候 一个80多岁的老头 顶着核辐射泄露 去日本吃海鲜了 当然他去日本干嘛 这其实很关键 之后我们跑到日本 做完调研回来之后 那几年 我陆陆续续跟很多人讲 日本正在发生变化 日本的利率结构 都会随之变化的 当然包括日本的正确市场 今年日本股市 终于走出这35年了 创下了历史性记录 但网上很多人还在说 我从经济数据里 好像没看出什么状况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信息差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人的理解 对社会的理解 对经济的理解 带有惯性思维 前几年我经常吐集的一点是 关于日本的理解 很多人总在想经济增长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经济不增长也很爽呢 比如说 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习惯的就是经济要增长 经济不增长 我们就很难过 你有没有想过 一种不增长 还会把蛋糕吃多的方法呢 答案是分配 你怎么老想着 分工 努力 工作 干活 挣钱 增长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进行再分配 你对日本的理解 为什么要增长 用我的话说 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 保持着这块蛋糕没有变 但现在远端利率 抬起来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年轻人可以吃多了 年轻人 为什么可以吃多了 你们知道 2012年日本的死亡数据是什么吗 你有注意过 它的人口结构变化吗 到了今天为止 你突然之间发现 日本现在招聘 怎么会是 应聘的在下面坐着 招聘的在上面站着 放心 中国现在不是招聘的问题 是 HR砍人的问题 这种变化的根因 到底来自于什么 其实很多人只是惯性思维 你不一定能看懂世界 过去四十年 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从2016年开始 中国也不再是过去四十年的中国 美国也不再是过去四十年的美国 日本也不再是过去四十年的日本 东南亚也不再是过去四十年的东南亚 你资本运转的逻辑框架都在发生着巨变 而这种时刻下 如果你保持着过去的思维 你并不能理解我在讲什么 我只能说 大家一切看缘分 我不需要完全说副总在胡说 我并不认同 无所谓的 你能听懂你就听懂 你能早理解你就早理解 早理解你就能顺着这条线 get到2016年之后世界发生的巨变 最新的美国大选 克朗普重新上来 但这次上来 跟2016年又不一样了 因为它比2016年变得更加右翼化了 2016年大的政治转变 本质上就是逆全球化和右翼化 2016年 我把我自己的书稿整理过一版 当年也没空没时间把这个东西出版 去年因为我们家孩子回来以后 做了传媒公司 原则上来讲 我就把书稿送给他 作为传媒公司的一部分出版业务去做 这就是大家后来见到的建政逆潮 但这本书不完整 全文将近70万字 你们拿到手的只有50万字 中间差不多有20万字被删减掉了 这20万字其实非常关键 涉及到我们对世界大类资产顶层逻辑的核心框架 金字塔究竟是什么 底层是我们的所有资产和市场 市场其实是在框架中最底层的 大家天天想问的房价的上涨 股票价格 这实际上是金字塔中最底层的 稍微往上一点 有人说宏观经济很重要 尤其是中国2008年次贷危机结束之后 中国的投资人开始发生巨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中国大部分投资人讲的是秦龙大法 如何抓涨停 但2008年的次贷危机 全球的冲击使得很多从事金融交易 资产交易的人开始意识到 原来全球金融市场是这样的 是联动的 自那一刻起 真正意义上的金融 才开始在中国慢慢生根发芽 稍微有人开始意识到 宏观经济的重要性 当然像现在证监会的手经团队中 36个手经理 我一直说我是那个最不正经的 因为我又不是搞学术的 我也不是搞政府出身的 我是市场一线的 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前两天的时候 在Fox News上 本森特和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家 在那争吵 关于关税作用的时候 你就突然间发现 一个站在市场角度上的人 理解关税作为一个手段 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和那帮老学生们去讲的 甚至跟在座各位 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 关税描述 美帝国主义打关税 使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你会发现 好像你聪明点的话 就知道好多东西并不对 这就是差异性 这次特朗普组成的 第一是施权派 第二是通杀了 可以理解右翼化 已经完全没有牵制了 第三上来的 全是实干派 你猜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这场仗可不好打 比2016年那一届还难打 在网上是什么呢 有人说终于讲到了政治 没错 在网上是政治 民主党 共和党 全球政治的变动 但在网上的顶层 金字塔的最核心 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是意识形态 我教很多研究员说 你们在研究世界经济的时候 别盲目的做简单的对比 我估计很多研究报告 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动不动就做对比 和70年代 80年代做对比 这种对比 纯粹写报告凑字数的 换成我的角度 我都不会看完 直接撕了 就扔垃圾桶了 我其实挺心疼 这些券商研究员的 为什么呢 是个事就得写个报告 写个报告 就得好几万字 好辛苦 结果还没人看 顶层断代 也就是大家经常讲的 周期性的断代 到底是什么 你记住一点 顶层的断代是意识形态 社会政治的发展 本质上是群体性意识形态的周期 也就是大家学过的思想政治课中的左和右 左倾右倾 左派右派 左翼右翼 集体个体 这些东西的变动 才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最大变动 当前是什么 大领导讲的那句话很对 百年之未有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基本上就是1929年大萧条到二战后 完整一个周期的结束 全球从二战的极端右翼 慢慢发展到中右 再偏向中左 再到差不多这20年左右的极端左翼化 最终导致重新开始右翼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没有任何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我一直告诫大家 你们不要在网上争吵 我站在左边 你站在右边 PK 非得讨论出谁最牛逼 谁最正确 没有 就好像你想找个女朋友 又漂亮 腿又长 胸又大 腰又细 还有钱 还特别爱你 你想多了 挑一样就行了 完美主义哪有 最终的结果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对政治造成影响 进而对经济造成影响 进而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 一定记住金字塔的逻辑 大部分时间 我们不用care顶层 因为在过去百年 顶层的方向是固定的 就是从极端右翼 不断向左翼在运动 所以顶层方向不变的情况下 就会形成下面的一套运转逻辑 比如说 以美国为代表 你们应该看到 Ray Doyle 关于债务危机的那本书 里面有个利率曲线 二战前 我们的利率就是零 到八十年代 利率达到顶峰 2008年次贷危机 到疫情期间 利率再次达到零 利率的低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在过去的百年历史里 利率的低点 总是战争的起点 是有原因的 因为利率的本质 实际上就是贫富差距 利率越低的时候 贫富差距越大的 利率越高的时候 贫富差距越小的 当然 我们每个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 比如大家手上拿着一堆金融资产 拿着一堆杠杆 我可以告诉你 你永远高呼的是 低利率是对的 就好像大家对于美国的理解一样 永远认为 美国在过去的四十年的逻辑 就是不能加息 加息就崩溃 崩溃就降息 利率永远是低的 美元永远是carry的借贷方 但你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逻辑会变的 几年前 我跟很多人讲的时候 我说你记住一点 中国从高利率变低利率 海外从低利率变高利率 所谓的几毛档 还动不动说 副总说了 高利率是多少 4-5都是高利率 低利率是多少 0 1 2有多大区别吗 没有的 这是关键的点 有人说非得揪 把我的话直接变成了副总说的 中国不会加息 永远降息 美国永远加息 不会降息 降一点加一点 加一点降一点 这不很正常吗 比如特朗土上来了 明年有没有另外一种 意外性呢 比如说降了50 降了25 大概回到4.75 5的水平了 突然间又抬回到5.25了 这不正常吗 4和5的纠结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不会再回到0 1 2了 这是很关键的 对于劳动力来讲 利率是很关键的 如果利率的抬升 来自于劳动收入的增长 这是好事情 你想想中国 你把时间拨回到20年前 利率高不高 那时候你难受吗 不难受 现在利率低不低 低 你难受吗 你难受 为什么 所以你要知道是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还是通过资本杠杆获得收入的 你对利率的感觉完全是反的 但是整体社会去讨论贫富的时候 贫富主要讨论来自于劳动价值 简单讲 天天外面送外卖跑滴滴的 他们就是失去的一代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 靠劳动力的就是被淘汰的一代 没办法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当这种矛盾压力大了 就会转化成社会矛盾 甚至可以通过选票 转化成对政治的影响 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所以贫富到极端的时候 一定会进行修正 无论是极左的贫富 还是极右的贫富 都会最终产生矛盾 这就是社会运转的规律 过去百年发生的这一轮大周期 就是完整的周期 到2016年 表面上看叫中美贸易战 表面上看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所谓的对抗和博弈 其实是全球各个国家内部的矛盾展示 对内是内部的分配 对外是外部的分配 在这个背景下 战争的风险将加大 前两天 我们也看到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洲际弹道导弹 无非就是前面没挂核弹头而已 仅此 你觉得这个东西离你还很远吗 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幸福的一代 但我们这一代 你将经历不常见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了 很多人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 真的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能回到过去 回不去了 那个全世界包容融合的 不断左翼化推进的 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路径 这个时代彻底在2016年已经开始结束了 2016年很多人判断是错误的 总觉得2016年只是一场贸易战 那时候我从华盛顿调研两周回来以后 我跟很多人讲 不是贸易战 不是说哪个党派民主党共和党上来对中国就会温和的 不会的两党的共识 它两者之间只存在着我比你左一点 我比你右一点 但咱俩都是往右的 美国政治的变化核心在于 不管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中国的压力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他俩谁压力多一点 谁压力少一点 谁在外交上压力多一点 谁在经济上压力多一点 仅此而已 对中国来讲现在也麻烦 在过去的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西方在不断包容 融合右翼化 同时当时的中国也在不断的往右走 当然 此处不是指的中国的右倾 注意西方右翼概念和中国完全反的 你们不要觉得是错误的 如果你觉得错误的 你先了解了解 什么是左派右派 左倾右倾 左翼右翼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 你肯定对左和右在中国和西方的框架里 完全是颠倒的 中国也是朝着包容 融合的 所以我们才有了非常好的入市 大八六挑 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操作 我经常说 家庭中女生是天生右翼 右翼有一个典型特征 右翼可以叫民粹 可以叫国家主义 可以叫爱国主义 极端右翼可以叫纳粹 但右翼的特征很明显 我没错 都是你的错 这就是右翼 家庭中女同志天生代有 当然我不是歧视各位女士 这是你们DNA里带的 两个X里带的 如果家庭中男生是左翼 家庭是幸福的 什么意思呢 老婆 没事没事 都是我的错 男生是个左翼 家庭很好 左家右 如果男女都是左翼 这简直是幸福无比了 男生回家了 女生 把拖鞋一放说 老婆你打会儿游戏 我正做饭呢 一会儿做好了 叫你洗手吃饭 这个男同志 真的去打游戏了 吃完饭了 说你歇一会儿 看会儿去 我来把碗洗了 你可千万别当个大直男 锅一甩又去玩了 不行 时间长了 他会右翼化的 此时你也表现出左翼特征 你家庭就是融合的 家里如果两个右翼就完蛋了 都是你的错 我没错 凭什么说是我的错 就是你的错 就是你做错了 直男碰上女生 一般来讲 没啥好组合 两个右翼就是战争 打架倒离婚 不要认为这是 在讨论家庭 婚姻 同样在讨论国家 同样在讨论全球 当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组合 出现同同左翼化的时候 就是包容 融合 全球化 共同增长的 俱佳的历史环境 当全是右翼化的时候 就是战争 我们现在的大麻烦在哪 就在这 全世界在过去五 六年时间里 已经陆陆续续 都在右翼化了 右翼化的特征 政治的重要性 已经体现出来了 选票回归传统的特征 已经体现出来了 反移民的特征 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之前说过 这两年全球著名的交易 就是多美国 空加拿大 原因就是 加拿大的小土豆 放了那么多印度裔进来 就完蛋了 加拿大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经济增长 创造了五个蛋糕 原本加拿大的国民 可以一人吃一个 现在放了十个RX进来 加拿大问题是分配 当分配不够的时候 一定会趋于保守 一定会趋于右翼化 一定会趋于反移民 各国都一样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 英国那时候有过排华 现在又开始反穆斯林了 这正常 世界的动荡 不是简简单单 表现在单纯的资产上 前两天 英国又出台了新的政策 你只要非英国国民的 原则上来讲 要交遗产税的 英国政府 也要收你的遗产税 我之前跟很多富人说 别天天琢磨避税了 包容融合的时候 藏点私房钱是没事的 当都右翼化的时候 你再藏私房钱 你就完蛋了 现在全世界的大麻烦是什么 找个税率低的地方 该搅的搅 当年特朗普上来的时候 20%只要你愿意 回流美国 全部合法化 你看有多少资本 往回回流 所以你们知道 左翼和右翼 大概的框架和特征 这才是我那本书里的 真正精髓 但被删掉了 你把它理解了 你对应的穿透到经济上 穿透到利率上 穿透到资产上 你会门清儿的 这就是大类资产的精髓 真正的精髓 你要问这东西谁创造的 索罗斯那批人 本森特那批人 整体框架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我就是在讲回顾 因为从那一刻开始 几个问题就在陆陆续续暴露 美国在进行重构 特朗普上来 以后方向继续重构 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 民主党为什么是错的 民主党的很多政策 为什么是极端左翼 左翼政策不一定是对的 右翼为什么会使得美国 进入到增长通胀比率的环境 包括有些华人 带有意识形态 我只能说一句话 我们作为全球投资人 最佳的选择 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 对我来讲 我非常清楚 左右左的问题 右有右的问题 左右左的好处 右有右的好处 我不会站在任何一侧 我的答案是 全世界选择往左走 我就知道 我的交易路径是什么 全世界选择往右走 我也同样知道 我的交易路径是什么 但我绝对不会站对说 谁是绝对正确的 否则的话 就会压错宝 世界有时候 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意识走 美国的这次大选 也是典型的结果 其实我也没想到 美国优异化的速度会这么快 推进速度会如此迅速 本来想的是 民主党还能够称一称 但现在来看 基本上是完败的 对于中国来讲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外患的问题 还包括了内忧 综合在一起 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答案 之前很多人问我 中国到底和日本一不一样 网上这句话吵得纷纷扬扬的 有人说 中国就是会走日本的老路 有人说 中国不会走日本的老路 你要问我正确的答案 我会告诉你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 太犯了 如果拆得细一点 我能回答你 比如 你要问中国的居民部门 和日本的居民部门 你不一样 我的答案是一样 中国的企业部门 跟当年日本的企业部门 一样不一样 我的答案是不一样 中国的政府部门 和当年日本的政府部门 一不一样 我的答案是不一样 中国的金融机构 跟当年日本的金融机构 不一样 不一样 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 和当时90年 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 一不一样 不一样 你说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站在纯居民角度来讲 我可以告诉你 99.99%可以复刻 但如果站在大的国际环境上来讲 可能得到的是 完全不同于日本的最终答案 用我的话说 你是说一样 还是不一样呢 没有意义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 给你们分拆的是 日本居民部门 和中国居民部门的比对 而日本的企业部门 金融部门 发展模型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 去年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巴菲特买三井 三菱 玩红 伊藤中商社 大笔发行日元债券 购入到日本的三井 三菱 玩红 伊藤中这些资产中 他到底在干嘛 那时候第一财经找我说 副总你去讲讲巴菲特 为什么买 我发现很多评论人员 单纯在讲 三井 三菱 玩红 伊藤中资产怎么样 稍微聪明点的会讲到 当年的商社们 是日本的海外资产 是日本Carrie Trade 套息交易的主要收入段 再聪明一点的会讲到 巴菲特在参与日本 过去40年存量财富的再分配 我可能明年把我们家小儿子 送到日本去 我跟他讲得很清楚 我不需要你去学习人工智能 AI 为啥呢 你好像没那么聪明 也不是IT技术难 你把日语学好 能考上英庆就不错了 那里面都是一些日本传统贵族的姑娘 你娶一个就行了 最好他们家都是80岁90岁的 你就躺赢就行 等他们家80岁90岁的明后年一挂 房是你的 股权是你的 土地是你的 财富是你的 存款是你的 咱们就参与日本存量40年财富再分配 巴菲特是用钱去参与 我们用人参与 本质上都一样 你买股票 我把儿子嫁过去 这都是参与财富存量分配 你们要明白 日本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日本的核心是参与分配 而不是参与增长 很多人不太理解 因为它在国内没参与过分配 永远都是增长处在哪个环节 我距离权力记一点 资源记一点 资本记一点 我就多吃点 卖劳动力的就少吃点 当经济增长增速不够的时候 最底层就没饭吃了 经济增长五 可能各个阶层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网上会有些人说 经济数据造假 真的造假的吗 也许没有 五代表的是整体的蛋糕 而你的体感仅仅代表你的阶层 在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调研中 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